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 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这个背景是不是很陌生啊 这是一个新的环境 我两个好消息要说 一个是我见到党妹了 对 没错 就是那个B站的UP主 机智的党妹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激动 对 我追星成功了 因为党妹来沈阳的漫展了嘛 所以我有机会去见到她 但是事情呢 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 一天时候是限量300个的 第一天的时候是谢安然 谢安然的时候我没有去 我朋友去了 他说不用排号 就是说那个意思 大家都可以拿到号 然后第二天党妹来的时候 我去了 我以为就像第一天那样 不用排号似的 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号码 牌的事 我就直接进场 就一直在等着党妹的演出 演出完之后就是签售的时候 我看他们大家都拿着号 然后就去问了 他们说早上来的时候 很早来的时候就要排号 因为我没有拿到排号 所以我就 嗯 就签不了 等到她所有的300个都签完之后 我就想着能不能求工人员 嗯 把我当成301个什么之类 放一下我 但是无论如何我怎么求 他们都不放我 因为我手里拿了一封信 就是我折成一个新的型的折纸 然后里面写了像对党妹说的话 我想送给他 然后我就挺着急的 最后想着 嗯 实在不行 那我就交给最后一个人 让他把我送一下 这一幕的时候 工人员看到了 他想着是我既然送礼物的话 想让我亲手送 就是把我带到了党妹的面前 说让我把礼物送给他 然后我就把那个信送给了党妹 然后我特别特别怂 你知道吗 见到偶像真的特别特别怂 我就能理解那个心情了 那就很多很多的视频片段 会发展给大家看的 大家一定要看我和党妹联动啦 你们的up主和党妹联动了好开心 大家晚上好 你们猜我现在在干什么 就是我现在在给党妹写信 因为我明天就要看党妹去啦 太开心了 给大家看看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第一句写什么 而困扰 嗯 卸完了 给你看看 就整整的一篇质 其实也不知道写什么 就感觉很错乱 然后没有找到信奉 只能叠个心什么的 然后向明年 等我能够顺利的道歉 见明 嗯 大家好不好 记忍快乐 拜拜 我跟着她们不知道几点 站住 我跟着她们知道几点 A3系选拥SCA国际动漫游戏不满 我的心肠我是主持俊欣 大家好 又在大家见面啦 感谢活动的主单方案 介绍一下 大家好 都不吃了吗 吃了 你们开心吗 开心 我们也开心 好 感谢 我们的党位是 我们的百大 2019百大UP主 年度多元创新的 精致的党妹 山上史上和生活类的视频 创作呢 非常在我们的流行 史上文化电影和音乐 视频的风格也特别的可爱 以出众美丽的外形 收获了众多的粉丝 我看得出来呀 好 那么 我们 精彩的在后头 我们的党妹呢 今天不仅来到现场会 可以和大家临距离互动 并且呢 为大家带来了 一支 江花冰表演 哇 正前舞动 哇 你期待吗 期待 我们的舞台 航空舞台 走一趟 魏魏大家带来 教授 Togeth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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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音乐老师 教授Together 在山中的带牢 再跳跃 把快乐 只要想一遍 再满面 转门的那呼气 要抽签 伤心 转开 贴住你我的月天 怎样的穿色在人情节目和你 暂天日过纵运着不见 不然熟悉节拍 一句快乐的白 是否在我身边 早已不再不看 我从来想念 我从来都不看 买到我们 人生怎么办 满线 照顾从现在 我还在 泪衣 怎样也都想说你好吗 神奈 在影响中放连接 藏着我们的 心来信 每一 可不忘的送客永远 每一 都动作的好一重点 时间 像出镜桃桃桃桃桃桃 是在你一段 的永远 有个线 的永远 的永远 是在我身边 的永远 在我们的 中文 流亡 十一 的永远 空 江湖 一 我們黨媚不遠萬臨來到我們美麗的瀋陽 這樣 你想和瀋陽的這麼多的粉絲說些什麼 鳳凰先生們我回來了 就不相信你還挺緊張的 因為我頭一回就是以前漫展 你們知道吧 我這個口音有些激動啊 以前漫展都是隔老遠的 就最近的觀眾離我在那邊 現在大家都離我這麼近 我一下子出現 太熱情了 太熱情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啥也不說還是你更貴人對吧 你哪呀 今天太經界了 那麼 我還是想問一下 藍瀋陽的感覺怎麼樣 總之是 開心 爽 就一個字 嗯 快樂 爽 眼見一改 一個字 特別的到位 那麼 接下來呢 你們是不是想和他沒有 心理不懷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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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有禮物 剛才沒送到 禮物 啊 送你們禮物沒送到 好 請吧 我哭 很多時 謝謝你的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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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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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别录了吗 拍照 快乐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看档妹真的 她特别激动特别的开心 一直以来都是从屏幕上看 因为我在日本的这两年吧 都是档妹陪伴着我的 怎么说呢 就是每天 很累很难过 然后不在家 然后早上的时候都会 一边化妆一边看档妹的视频 新的也看旧的也看 反反复复的看 然后下班的时候也会翻她的 那个B站的账号去点击 一边听声音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这些话是想跟大家说 但是没有机会 还好想心里的 就是在这里一定要看到我的信 底下你们觉得发现好看吗 表现好看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她觉得不好看的话 还可以稍作调整 没什么了 就是想跟大家说的话 如果你们要想说给我什么话的话 留言区评论 然后或者是弹幕刷起来 不要冷忘我 我是阿英 一个看见过档妹的阿英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爱你们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